今天就是跟大家承诺过 然后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包包分享 现在特别像一个低摊上卖包的 我为了旅行或者是在旅行路上 这些年慢慢的买回来的 然后我就挑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 来跟大家一键一键分享 最简单的就还是 按照他们的购买渠道和购买方式 这样你们如果想要找类似的包 也会有一个参考 好吧 那么我们就开始分享 第一类 就是我的包中购买场景最多 而且是样式最丰富的 它就是 路上买的是吗 不是是路上买的 它就是当地的集市 在这个集市或者是挑导市场上买的包 会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它可能相对是带有一些地方的地方特色 和它的一些就是材料的元素的 这两个包它的这种布 就是一种制作工艺叫做湿染 应该就是用柿子的颜色对吧 染出来的 所以就是有点这种淡淡的橘色 有点很旧旧的橘色的感觉 对 这一只耀眼的小熊 是我的私人设计 就是我跟老板又单独买下了它的一个 以前应该是钥匙链的玩偶小熊 然后有别针把它别了上去 非常的有云南 尤其是大理这边的风格 这边有很多的手艺人 都会用这种比较天然植物染的这种方式来处理 就是不管是衣服还是布料 所以在大理这边我出门去随便逛个街 然后去山上溜达的时候 拎着这个包就非常的符合那个气氛 试染结合藤边 然后上面还放了小铃铛 走起来会叮叮叮叮的有声音 对就是很有一种 就是自然的很山野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它上面的试染以外呢 它还增加了这种有点像补丁一样的拼贴的元素 对这三个包呢就都是我们在青麦旅居的一个院买的 因为青麦也是一个特别有文创和集市文化的地方嘛 所以每次去赶集就会带回一个包来 这个包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小铺包 嗯特别简单 吸引你的就是这种简单 它虽然简单 但是你看它这个包的形状设计是不寻常的 不是一个平口的包 然后黄色的袋子就可以给它提个量 平常出去就是一个特别随性 然后就是百搭我觉得 相对的这就是一个特别不实用的包 但是造型比较独特 画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想说哇这是包嘛好特别啊 就是你扯开这些绳子 然后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包裹 抽紧就抽成了一张这样的包袱 但是就是确实很难用 就把它拿在手里里面 根本就不需要装什么东西 装上你的可爱和美丽就好 你每次买包都说装上可爱 我有太多装可爱的包 我觉得它的一个特色是上面的这一些线 都是就是手缝上去的 它这是一个手工的包 所以就是有一点收藏的意义 对对对其实有一点它的手工的这种艺术价值 这一个虽然是在青麦的集市上买的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巴厘岛 所以第二站我去巴厘岛的时候就经常背这个包 反正就是这种白色的编织包 有一段时间很火 大家去海滩是吧 稻田森林都很适合 就是硬死网红的风格 这个呢又是一个编织包 而且就是一个曾经在网络上非常火的包 这种包叫做瓦玉 它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就是这个瓦玉的少数民族 本来是一个他们民族的东西 后来呢在被也是硬死博主 这个大量的购买然后去发之后就推火了 变成了一个潮流单品 这是巴厘岛的一款网红包 巴厘岛简直是它的导包 大大小小的店卖各种各样的藤面包 然后方的圆的什么样都有的 但是早期我在网上看到被圆的的人多一些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长方形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特别 但是它真的就是很不实用 化妆品啊钱啊纸巾啊什么 它就会在里面乱成一团 就从里面像藏宝图的一样去去找 这就是你带着一个盒子嘛相当于 也是一种乐趣 然后这个我相信你在全世界很多的文创集市场都会找到 只不过它的形象不同 你说的是羊毛毡这种材质 羊毛毡这种材质做的包 羊毛毡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做出各种形象来 对吧 它的装饰性就更强了 可以做得很卡通 第二个类别就是在旅行的路上遇到的一些原创设计店铺 我一般会挑选那些比如包的颜色或者包的设计是我没太见过的 很特别的样子 这两个包当时就是被它的颜色吸引了 因为这个包是一种紫和粉 这种颜色它又是皮质的你就觉得很少见 这个呢它的设计也蛮好的 就上面有一个吊环这样拿着 就是拿起来特别的优雅的感觉 有一种都市丽人的感觉 对 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颜色 绿色的皮子 像鳄鱼的颜色一样 墨绿色的 怎么说像鳄鱼的颜色呢 太过环保了吧 像荷花 像荷花 我没有暗示它是鳄鱼皮 它不是鳄鱼皮的 它们都是染色的 它们都是牛皮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大理给大家推荐过的店铺 小黄香蕉它们家的包 看它在设计它的配色特别的可爱 重点是这些都是老板娘自己一个人 从设计到动手编织都是她独立完成的 就是她亲手一针一线把它织出来的 而且随时都可以甚至卷一卷揣兜里都可以 卷一卷 那我有兜还要包给啥 哈哈哈哈 当我没说 一定要细看 它的材质 它的材质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炫酷 它是一种金属光泽的材质 对那种低调的升华的感觉 黑中带着紫 紫中带着黑 又有一种五彩斑斓蕴含在其中 这种布料的材质就是我们贵州的洞族的洞布 它会用这种布料去做衣服 然后我们是在上次去贵州的时候 在一个原创设计师的店里买到的 它把这个布料做成了包包 就是变成了现代的设计 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们很传统的工艺 它的设计其实是一个这种很优雅的 有点小 其实是日式的 它像日式的零钱包那种开口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材质 你走在不同的走起路的时候 你不要晃得太大 它就会有金属光泽 它的光泽会变 乍一看很低调 但是如果你遇到了有眼光的人 就会觉得说你的包包好特别 对 而且你是把一种文化背在身上了 对 这是我们自己民族就有的东西做的创新 所以我们觉得也很有意义 大家想到腰包可能会是那种 就是特别实用的 最接地气的就是卖货的老板会带的那种腰包 然后里面厚厚的一打 都是一块钱的那种票子是吧 然后可能再方便一点 不是方便一点 年轻一点的是 我们会背的运动的腰包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去比如去雨林里 什么也会背那种包 因为非常的实用 很多层里面贴身放证件 外面放钱放卡等等 但这个包我就觉得它把一种 就是通勤的皮包 然后去做成了腰包的样式 然后旁边皮的 那其实你就可以穿进你的裤子里做腰带 这个腰包在这里遮一下你 今天吃的有点多的小腹 它的面积有很大 无论多大的小腹都可以遮住 腰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提升你的腰线 比如穿一些高腰裤或者穿一些裙子的时候 你把腰包在这里一系 大家就默认你的腰就在这里 所以说会很好看整个比例 然后有一些裙子比较肥 你也可以用它收紧 其实它都是可以兼得一个腰带的一个功能 第三类就是我们旅行中经常会去逛古着店或者古董店 有的时候你在那个里面也可以抱一个大哥 吃太饱了 小腹今天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包我超喜欢 我的出镜率超高 就是我在英国的古着店里面淘到的 首先它后面这块黄色的皮子就已经很特殊了 但是前面的这一块 这个花纹我也没有什么可形容的 大家看一看就能感觉到了 而且因为在古着店买到的 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真皮的包 但是我们在英国买到也就是我记得是50英镑 对吧50英镑就是400多块钱 400多块钱你想这是一个真皮的包 然后是好几十年前的一个复古包包 我觉得非常值了 苏格兰的古着店 对阿丁堡 阿丁堡的古着店 然后当然就是被它的颜色吸引了 就是有一种80年代的那种感觉 已经进入了一种比较波普的流行的时代 然后但是它就是用一种几何的这种简约的方式来呈现 你好懂啊 虽然颜色很浮夸 但设计很简单 所以可以让它我觉得也挺就是好搭配的 这个包糖就十几十来磅十多磅 对对对对就是一百多 一百多块钱 这是一个一百年 钱真的有一百年的包 然后上面的沙现在都特别特别的脆弱了 但是它就是特别像我想象中或者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以前的贵妇会拿的包 所以说我就把它给带回来做一个纪念 这个可能只有在特别重要的场合我才会背 在你得奥斯卡奖的时候才会背了 对然后这个包呢 就也是跟它一样类似的一个这种晚宴包 但是它相对就比较便宜 而且这种包在国外的古着店还是蛮常见的 就这种软软的这种算是什么 有一点像软皱甲的感觉 对对对那种材质的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我买它就是因为白色比较少见 之前整个这三类的包呢 就是在路上有一些缘分遇到的嘛 所以可能对大家来说更多的是一个 观摩与参考 对 因为都是也是在线下的这种单独的店里购买的 对就是稍微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就是你可以在古着店里挑包包啊 你可以在集市上找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包 但是具体你能找到什么样的 其实也需要你自己去预 对 去也可能会找到就是就是比我今天展示的所有 都更特别更独一无二的包 看缘分 就是旅行的一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然后剩下呢我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可能在旅行之前就会准备好为了这个目的地 或者是为了参加一些活动而买的包 他们是固定的品牌在网上你也能买到的 首先第一个品牌还是我的好朋友流浪共和 他们家除了做衣服以外也会做一些包包 配饰类的东西 特色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跟着衣服的搭配一起出的 这个是它一款就是中国风的包包嘛 嗯 它做了一个小盒子的样子 然后上面是这种一个刺绣 然后打开里面就真的是一个小盒子 但是说实话 所有盒子类的包包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实用 它都没有那么的好装东西 因为它的尺寸是限定的 但是就是依然是用来搭配你固定的衣服 另外一个呢就跟它反差很大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因为它是根据一记一记衣服的风格来定的嘛 然后看它这个材质 它主要是一个面料上也很特别 面料上也是会在不同的角度下反出不一样的光的 然后这个包看起来超级能装的样子 如果你突然临时决定 要去春游 买个菜啊 或者是突然决定带上你的行李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能这个包都挺适合你 就无论你随身有多少东西都可以装得下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品牌呢 还是我很爱的服装品牌Paul and Bear 他们家因为是服装超市 所以除了服装以外呢 也会卖各种帽子 袜子 墨镜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在他们那儿看衣服的时候 也会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可以背的小包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便宜嘛 嗯 特色竟然是便宜 特色是便宜 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上肯定没有那么的特别 但是就比较适合学生背 比如说这一款包 嗯 就是一个非常有书卷气 对就是那种有点像大家上学的时候 会背的一个格子小布包 但是因为它做的很大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嗯 苏格兰风格的那种 就是苏格兰的格纹 实际上 就我都没有想到结合到旅行上 哈哈哈 下一个品牌呢就是一个专门做包的品牌 它的名字叫Iridescence 然后是一个纽约的品牌 是一个独立设计师设计的 它的包呢就相对比较时尚一点 然后比较都市风一点 比如说这一款 嗯 我之前其实抽奖的时候 送给大家过一个 送给过大家中的一个人一个 哈哈哈 然后当时因为是做冬日穿搭嘛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毛毛的感觉 就特别合适 然后我很喜欢红色 嗯 所以说这个包就是 嗯 嗯 不需要特别夸张的设计 但是非常的就是 呃就是比较 嗯怎么说呢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 哈哈哈 让我让我补完是吧 你要说的话 我说下我的感觉吧 我的话补完了 你不是补不完了吗 我补完就是说 你说吧 哈哈哈 没有就是我觉得 首先它不是一个正红色 它是一个酒红色 所以说这就让它的颜色本身是 比较吸引视觉的注意力的 另外呢它的这种这种金黄色 这种金属的配件 配上这种毛绒一点的这种质感 我觉得会显露出一种 有一点点轻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比较比较比较贵气的感觉 就是说前面有一些包包 可能它比如说羊毛毡或者什么 它太过卡通 它可能会适合一些特定的场合 嗯 比如你去旅行 或者是你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嗯 但如果你平常要去上班 嗯 要去一些相对正式的场合 它就不适合了 有一个大家特别喜欢 就是我在 库斯科的时候 每天都拿着的一个蓝色的包包 然后那个是绒绒面的嘛 跟这个其实是类似的感觉 就是比较成熟 比较稳重一些 但是又不俗气 就是有设计 不老气 重点是 下一个要推荐的牌子 就是其实是在包中 还蛮火的一个牌子 很多年轻的女生都会选择 就是叫什么蓝色 Charles Keys Charles Keys 然后大家一般会叫它小CK吧 就是它也是站着一个C和K的开头嘛 但是它其实是新加坡的一个时尚品牌 然后价格其实并不高 很亲民 很亲民 偏时尚 轻奢 想打造这样的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品牌应该定位还是快时尚 就是因为它价格低嘛 我觉得它的定位是轻奢 不是快时尚吗 对 就是你知道它的就是 它的价格是快时尚 但定位却是轻奢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听说小CK大概是一个轻奢的包吧 然后你看它的样子呢 好像也差不多 就是皮的感觉 然后硬硬的 就没感觉 那些收视比包很小 但其实它却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 经常可以找到一些200 300 400 就这样的包 就这样的价格 但是其实我是不太买 就是这种比较正经 正经的包 你这个不正经的人 我就是会不定期的去看看 他们家的众多款式中 有没有哪些特别的款式 能够补充我就是没有的包的类型 比如说我最近就找到了这个款 是不是一看就很特别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钱包 就是它这么小 它真的就是一个钱包 它的设计也是 看正面是一个零钱包 然后呢它的反面打开 就是一个标准的钱包 这边装钱这边装卡 特别标准的一个钱包 然后吸引我的当然就是两个点 第一是它的配色选的非常的好 这种Tiffany兰结合了爱马仕局的感觉 你不是说我还没注意到 真的 就总之看起来非常的 有100块买到1万块的效果 对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钱包 所以这个包其实只要100块 但是你说一个钱包100块 其实并不便宜 但是因为这个链条 它就变成了一个包包 这个袋子 对 这个袋子 这个链条 就是你只需要带少少的东西 或者你只需要带几张卡 带证件出去办事的时候 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包 你的衣服是裙子 不需要兜也可以 就这样跨在身上 当然同时它又是一个很好的穿搭 就是点亮你的一身装扮 因为这个系列吸引我的 就是它的颜色都很好看 所以我一下买了两 看来还是便宜啊 展示左边是刷人民币的卡 右边是刷美金的卡 我现在穿上西装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通勤包包 对 就纯拍一些look就可以了 是不是 1 通勤不会摆这样的pose 通勤会摆什么样的pose 1 2 3 我在打车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 就是不是给我这一身 就是 就是西装增加了一点活泼的感觉 没错 你是在跟你的领导比手势吗 跟领导说 今天做的不错早点下班吧 最后一个类别 卡通IP 我知道卡通IP 一个就是我生日的时候 Roy送给我的这个 螳螂鸭屁屁包 就是大家去迪士尼玩的时候 其实迪士尼就是定期都会推出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周边的嘛 最后一个是我在芬兰买的 芬兰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母鸣 母鸣的漫画书 而且这本书真的可以打开 打开里面还是像在读书一样的 然后它这个书籍啊 还有书的背面就都是有图案的 包括书页也给你做出来 嗯很可爱 好天呐 总算把他们都给拿下来了 总算搞完了 为什么会想要给大家分享包呢 其实我觉得我买的包就是不只是数量多 它覆盖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从老到新 从通勤的正经的 到非常的奇形怪状的都有 然后也结合了各个地方旅行的元素 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喜欢买包的人 其实你敢相信吗 哈哈哈哈哈哈 在旅行的路上之后 因为要做越来越多的穿搭嘛 我发现这个背包是穿搭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买它不是说为了放在家里放着 也不是为了说就是留着生殖的 我啊我啊我不是为了把它放在家里放着 也不是为了拿去生殖的 都是要在每一套衣服中把它做一个有趣的搭配的 所以如果说你也是有这样的希望 对包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你可能这期视频对你会比较有帮助 希望能对你有一些灵感上的启迪 就是让你知道包包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样子 然后它里面可以承载着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IP有趣的当地文化 对就是不一定是要去背那种花了非常多的钱 然后有一个人人一看都认识的牌子 才能够展现出你的品味 其实你可以去有更多的思路 用一个更合适的价格 然后再去穿出你自己的风格 对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 适合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那一款 哦 所有的东西 啊啊啊所有的东西 人生 人生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边拍视频 每讲故事的神雕俠律 关注我们一起拥抱 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最后有个小问题 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展示中 唯独没有出现双肩包呢 双肩包不配吗 我想了一下 我刚才想啊 是因为我不是学生了吗 也不是 因为有很多时尚的双肩包 嗯 是因为我不想背很沉的东西吗 也不全是 因为我也可以背个空的双肩包 我想了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身后 而我拍照都拍的是正面 哈哈哈哈 嗯